它的 Vios 手牌呢 它跑去 Remake 一下 马力就有差不多 200 匹 然后 0 到 100 加速是 8 秒 不知道在各位小时候呢 会不会有一款车在你心里面 是你的 Dream Car 然后你一直会想 长大后有钱一定要买这款车 在今天的影片呢 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啦 就是一款我在中学时候 跟刚刚出来社会的时候 很想要买的车 它也是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代神车 它就是 Toyota Vios OK啦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节目的正题 我相信讲到 Toyota Vios 呢 大家是不会磨声的啦 因为到现在为止呢 Toyota Vios 都还是马来西亚市场 甚至是整个东南亚市场呢 最畅销的车款之一 这一款车其实它的开发目的 就是提供给消费者 一辆省油耐用的小车 所以在它一开始发布的时候呢 这一款车就很受欢迎 第一代的 Vios 呢 在海外是2002年发布 引进马来西亚大概是2003年 200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刚刚是 F1 F2啦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款车 我自己觉得蛮可爱一下的 第一代的 Vios 呢 它是基于这个 Toyota 的 MBC Platform 打造 车身非常的小 它的轴距呢 只有2500mm 我们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呢 这个轴距其实就跟 MBC差不多而已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辆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 可是这辆车有一个特点哦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耐用 就算是现在差不多过了20年 你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到那种 第一代的 Toyota Vios 在路上行驶 在这里你就可以知道 在中国很流行的那句话 就是一车传三代人走车还在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OK 我们讲回 Vios 啦 其实 Vios 的第一代 它就提供了两种引擎选项 就是 1.3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不过这 1.3 公升的版本呢 只在一些市场贩售 马来西亚是没有的 马来西亚买得到的 都是这一个 1.5 的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引擎代号是 ENZ FE 然后匹配四速的自排变速箱 这一款车的特点就是省油啦 因为那个时候马来西亚的油价 因为这个国际油价高涨的关系也调整了 所以当时的消费者 对一种省油的车子就非常非常的在意 所以当 Vios 横空出世之后呢 因为 Toyota 的精致招牌 加上它真的是非常的省油 所以消费者抢到乱 而且呢 我曾经有听过一个传说啦 就是那个时候买车的车主呢 他们在半年之后 还是可以以原价卖出这一款车 当然因为年代久远啦 我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如果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Toyota Vios 作为一台城市小车呢 它的最大卖点就是它没有什么个性 就是全部人都可以开 然后它的内装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仪表 它的meter 是在正中间的 而不是在一般我们方向盘的前方 所以开这台车的时候要一点的时间去适应 我第一次开 Vios 的时候呢 我是真的超级不适应啦 因为你的眼睛一直要这样看meter 而不是在你的正前方 然后这辆车基本上其实也没有什么操控感格言 它给你的就是一个很轻快的市区移动过程而已 另外呢 这款车在当时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安全配备啦 入门版本甚至连Airbag跟ABS都没有 不过在那个年代很多车子都是一样 但是呢 就是因为它的省油耐用的特性 所以让它大卖特卖 也在全球的市场打响了Vios的名号 OK 值得一提的是哦 其实在Vios之前呢 Toyota也有一款车 是这个我们所谓的B-Segment Sedan 大款车叫做Solunor 但是并没有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Vios呢 可以被看作是这个Solunor的接班人 然后可能还有个冷知识是大家不知道的 也就是呢 这个第一代的Vios呢 其实在当时它跟这个Yaris 已经是双胞胎车型了 所以其实从第一代Vios一直到现在呢 Vios跟Yaris都是分不开的 它们都是同平台出来的产物 差别就是一个是四门 一个是五门先辈而已 以前的Toyota车款呢 换代是非常快的 所以在2007年的时候呢 它们就针对东南亚市场推出了第二代的Vios 这个第二代的Vios呢 也是四代Vios里面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代 到现在为止呢 我自己还是很希望 如果是讲有机会的话啦 我想买一台二手的来开 OK 我现在先讲这台Vios的特点 这个Vios呢 其实它是一辆严格意义上来讲的Glober Car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除了东南亚以外 它还有在台湾 还有在中国 还有在日本 甚至是北美市场销售 在北美市场呢 它是叫做Yaris Zeran 在这个日本市场呢 它是叫做Belta 而在这个中国市场呢 它就是我们知道的维持啦 这款车的设计 我觉得它是比较原论比较可爱的 但是呢 这个设计可能那个时候来讲我们看不觉得美 但是现在其实它是越看越耐用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折身变大了 我刚才有讲到第一代的Vios轴距只有2500mm 是小了一点 可是第二代的Vios呢 它就增大到了2550mm 所以它的空间表现会比起上一代的车型更大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原本的1.3L自然进气引擎 跟1.5L的自然进气引擎呢 原厂经过了油化 所以它的动力表现会更出色一点点 然后油耗也更低 匹配的还是四速的自排变速箱 我相信有开过这个第二代Vios的朋友呢 都会知道 那个时候的Torota车款它的油门调教是非常的轻盈的 就是你轻轻点一下油门整辆车就会冲的感觉 所以给了大家一个假象就是这个Vios很有力 很好跑 所以那时候呢 Vios也成为了很多马来西亚市场年轻人的Dream Car 也很多人拿来改 所以Vios的神车之名其实就是从第二代Vios来的 而且在那个时候呢 Vios其实还提供了武术的手牌版本 就是Jer的手牌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买这辆车来改 我甚至在国内哦 某个知名的轮坛看到有那种改装车的Kaki讲 它的Vios手牌呢 它跑去Remap一下啊 马力就有差不多200匹 然后0到100加速是8秒 当然我们想一下都知道不可能啊 可是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时候的Vios呢 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地位是多么的高 其实对我也是一样啦 我必须讲老实话 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一代Vios 不过在那个时代的Vios呢 还是一样 没有什么安全配备 入门版本同样的也是没有Airbag 也没有ABS 只是后来因为法规跟着一个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呢 原厂才加入了一些配备 例如讲在小改款之后呢 这个入门版本的JS Bag呢 才会有一个Airbag 然后之后增加到两个 然后在之后呢 最后一批的Vios呢 它的这一个ABS 变成了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但是Airbag 依然只有两个 然后这一代的Vios 它的Meter 一样还是在中间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排档杆 Gearno呢 是这个瀑布式的设计 可能对现在的朋友来讲 这种瀑布式的设计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在当时你看这种瀑布式的设计 你会觉得 哇 真的太帅了 所以这个冲击呢 是现在感受不到了 可是如果你是经过那个年代的话 你就会知道 当时这个设计真的是会让人很惊艳 而且Vios 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进 就是呢 它是第一款使用电子助力方向盘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的Vios 第一代的Vios 其实采用的还是那种油牙式助力的 所以这一代的Vios 它的方向盘非常非常的轻 在市区驾驶的时候非常的好价 而且告诉各位 现在这一款Vios 的二手价还是很高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以前的Toyota 车子换代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呢 它们就推出了第三代的Vios 第三代的Vios这个设计呢 看起来会更时尚一点一档式的标准来讲啦 然后虽然讲它采用了一样的平台 但是整辆车的这个空间运用跟设计呢 其实也会更好看一点点 不过它的引擎还是用回这个ENZ FE 跟四速的直排变速箱 有ABS 有双气栏 但是依旧没有车身动态稳定系统等等等等 不过在那个年代这个Vios 一发布之后呢 销售成绩还是非常的好 而且讲真的 这个第三代Vios 跟第二代非常相比 虽然它们的平台是一样的 整体架构也差不多 可是第三代的操控表现实际上会比起这个第二代更好 这款车在那时候发布的时候呢 虽然讲它的竞争力看起来不是很香 但是其实开始的一两年卖的还是非常的好的 一直到这个City的横空出世呢 才打断它的这个销售和势头 所以我觉得有竞争才有进步啦 这一代的Vios 终于把那个站中央的meter移回来前面了 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整体的这个质感呢 我觉得也还OK啦 对得起这个价位 可是呢 因为这个City真的太强 那个时候的City配备真的是非常的好 导致着这个Vios的销量下跌 于是在2016年呢 Toyota推出了第三代Vios的第一次升级车型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Vios 3.25 这个Vios 3.25 主要的改变是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更换了全新的Dual VVTi 自然经济引擎 也就是现在的2NR FE 然后把变速箱升级成了CVT 变速箱 可以给到一个更好的加速表现跟更好的油耗表现 但是我个人觉得啦 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对比之前的1NZ FE可能还输了一点点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很值得称赞的 就是在那个年代呢 Vios竟然让这个VSC 也就是车身动态稳定系统成为了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只是很可惜的是呢 这个气凉数目还是有两个 也因为这样子的升级呢 让Vios的销售成绩有了一点点恢复的势头 虽然讲它还是输给这个老对手City 但是最起码对比之前呢 它的销售成绩是有恢复的 而且我也觉得这一代的Vios确实可以买 虽然讲外观没有什么进步啦 也是在第三代的Vios呢 它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策略 就是分成了两个流派 第一个流派就是中国跟泰国市场卖的Vios小概款车型 然后另外一个流派呢 就是在这个台湾 马来西亚 印尼等等市场卖的Vios小概款 这两个小概款有点不一样 然后这个小概款车型呢 在泰国还有一个名字叫做Yaris Active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Vios 3.5代 那个在中国市场贩售的Vios呢 因为没有在本地售卖 我们就不讲了 不过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有很多Vios 3 或者是Vios 3.25 的车主呢 他们会把这个外观改成这一个中国版的Vios小概款的设计啦 但是这个是题外话 我们现在接下来讲回这个Yaris Active 这个Yaris Active呢 它在外观内装设计呢 进行了非常非常大幅度的改进 这两车更偏向这种Fastback的设计 而且讲真的 这个视觉冲击是非常的大 可是也因为改进太大 加上原厂的宣传标语讲它是All New Vios 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大概款车型 但是实际上它还是第三代的Vios 我们称它为3.5代 这个Vios最大的改进是什么 首先就是它把全车系的气囊数直接升级成6个 全车系都标配6气囊 然后除此之外呢 内装设计也经过重新的修改 设计在Meter的部分呢 还引入欧洲版Yaris的Meter 所以这个Meter看起来非常的炫目 但是实际驾驶的时候 那个Meter反光是比较明显一点的 然后这个引擎配置当然还是用回这个1.5公升的 Dual VVTi 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CVT 变速箱 当然它同样还是提供1.3升引擎的选项 不过那个是国外 马来西亚 买不到 不过这个Vios 3.5代呢 它主打的点还是程式驾驶 还是省油 还是耐用 在操控表现 我甚至觉得它跟3或者3.25比 退步了一点点 但是它的舒适跟隔音表现是真的好 时间来到了2019年 在2019年的时候 除了这个6 气囊 或者是7 气囊 还有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是标准配备之外 市场还掀起了另外一个风潮 就是Atas 系统 在2019年推出的Vios 3.5呢 是没有这些配备的 所以在时隔两年之后 Toyota 在2021年的年末 推出了我们所说的Vios 3.75 也就是Vios第三代的最后一次改款车型 这次改款改变幅度又非常的大 导入了LED的头灯组 在马来西亚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在国外是没有的哦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导入了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还有部分的Toyota Safety Sense 功能 为什么我讲的是部分呢? 因为它不是完整的 它只有这个全方撞击 已经跟这个车道偏离警示系统 所以它并不算是完整的啦 不过其他的配备 像是这个车车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360度镜头等等 都可以在这辆车上面看到 而且因为这辆车在世界范围已经销售了非常的久 它的成本非常低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Toyota 在全球各地都打起了价格战 在马来西亚呢 也是长期可以买到有Discount的Vios 3.75啦 所以它的成绩从原本的1000多辆 慢慢上升到每个月2000辆左右 可以讲跟当时的City是不分上下 一直到City推出了大概款之后呢 它的这个势头才被压下来 我相信目前我们的观众呢 还是有不少的朋友 驾着这个Vios 3.5或者3.75的 你们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的话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到Vios家族里面 改变最大最大最大的那款 就是第四代的Vios 为什么会讲它改变巨大呢 其实这个跟原厂的策略有关 因为在之前呢 Toyota 100%收购了 Daihatsu 的股份 所以呢他们把小型车的开发 完全交给 Daihatsu 去进行 而这个第四代的Vios呢 其实就是经过大发的手开发而成的 而且它采用了全新的DNGA-B平台打造 那么这个第四代的Vios呢 跟之前的车款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就是它的轴距跟长达到了2620m 这个轴距呢 是目前B-Segment Serdar里面最大的 甚至还比Honda City大 但是它里面的空间表现 就自己去各位去体验一下啦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整辆车采用了一个非常运动化的设计 更是采用了这种Fast spec的Design 所以看起来真的非常有冲击感 只是它的引擎呢 还是一样沿用了这个Vios 3.25的1.5公升 Duo VVTi 自然兴趣引擎 但是变速箱升级了低CVT变速箱 官方表示如果是旧款的Vios 跟新款的Vios进行对比呢 它们的0到100加速表现 新款呢是快两秒的 不知道有没有第四代Vios的车厨 可以表达一下你对Vios的加速表现看法 然后除此之外 这一代Vios还加入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例如讲数位化仪表 例如讲这个完整的Toyota Safety Sense安全配备 包括了Stop&Go的ACC 还有电子手刹车 Auto Hold等等等等的功能 最让我surprise的就是它居然有 无线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所以以前大家讲Toyota吝啬 但是Toyota一丢配备起来的话呢 其实真的是很恐怖 你可以看到这台车上面有那么多的配备 但是这台车你讲它是全是美 其实也并不然啊 我个人觉得它比较大的缺点 就是在于它的后座的乘坐空间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尤其是头部的部分 压迫管还是非常的重的 这一点如果有改进的话 这个Vios会更好 我们讲完了这四代的Vios 你可能会觉得我少讲了一个东西 现在补上 我们要讲的就是在第一代的Vios呢 其实原厂有推出了一个真正的性能版本 这可能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想不到的 Vios竟然有性能版 它就是采用了1.5公升的Vios TRD 版本 不过这个版本只有在泰国买得到 这一款车采用的是1.5公升的 1NZ FE 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41 HP 峰值扭率表现196 Nm 它没有钢内紫本技术 所以这样的引擎数据就算是放在2023年 其实还是非常的强的 然后它配备的是五速的手排变速箱 官方指出它的0-100加速是8.1秒 而且它的悬吊经过TRD部门的调校 所以这台车是真正的Vios性能版 不过很可惜啦 我目前在马来西亚是没有看过这台车 不过据说有一些朋友 从泰国买来的这款车的Half Card 然后安装在本地的Vios上面 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我必须承认啊我自己对Vios 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情感 它的第三代发布的时候 我还没有入行 然后一直到我入行的那么多年之后 它才推出了第四代车型 所以当我第一次接触到第四代的Vios的时候 我的心里其实真的很兴奋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有跟我一样的朋友 对于这个Vios有特殊的情感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啦 那么大家其实除了跟我讨论Vios外 也可以讲一讲大家小时候 心里的Dream car是哪一款车 好啦我是Ivan 以上这一集就是我们的影片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